咱们继续讲 明天首抄本 吴老二 点的那本破书 这一局黑方采用反攻骂 红方中炮进三兵 黑方也进阻 那红方一看 哎 我浸泡 申请打足 瞄准底下 这个申请 黑方同意了 本来 红方只是一个手段 这下倒好 拦不住了 因为都是先手 因为黑方已经进了三足 红方正马 有数质 所以选择编码 那我们及时出狙 如果直狙 我们可能浸泡风 所以红方选择横狙 下面红方平均 先手桌炮 这个肯定要进市 这个时候 红方可能都笑了 黑方的布局 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啊 这一步 怎么看怎么好 两个手段 第一个平均捉死骂 当然第二个更狠 就是直接砍炮 你一飞市 一飞 这边把这个局给干掉了 下面黑方怎么走呢 竟然是浸泡 红方一看 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怎么不听劝呢 那杀不杀炮呢 红方 如果杀炮 就中飞刀了 飞刀在哪里呢 就是平降 平降就给狙伸根了 伸上根 就可以杀狙 那红方不能摆丢一个狙啊 对不对 何况 口里还有一个骂呢 那这边自然就砍试 那也不错啊 一个试 换 一个炮 一个骂 太划算了 对不对 但是 黑方退居 再一将 然后浸泡 像无处飞 老帅动不了 所以 红方 只能 杀炮 下面暂先声明 谁要是杀马 我跟他没完 为什么呢 杀了马 这不就绝杀了吗 哎 还是那句话 有连杀 就不能叫杀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 好 咱们回到节点 所以 红方 砍炮 就完蛋了 那不是 两个手段吗 平局 捉死 骂呢 也不行 因为一平 降 砍了 室 就完了 进室 拘丢丢了 浸泡的作用 就体现出来了 所以当前局面 是吧 红方的鞠只能离开险地 不然一平降 必然丢鞠 下面我们就进鞠 捉马 红方也只好是对桌了 然后 我们进一点血 在平降 又要砍地士 连将杀棋 红方只能补士 然后 被打掉 打了士 带着杀 是吧 所以红方 只能 干掉这个炮 然后平鞠叫杀 这个老帅 平不出来 退式 没有用 只能是 气马 这样把像 抓紧 飞起来 然后平鞠 再叫杀 还能平炮 因为一降 还能电 下面我们就上马 踹鞠 再上马 这个像也无路可去 干掉这个像 带进鞠 只能退炮 无根了 砍掉 就杀棋 所以 红方 要在黑方 砍像之前 先退炮 这样炮 还能平到内线 拐拐 还带着响呢 那下面黑方怎么办呢 哎 大刀弯心 老帅 还是不能动 只能 退马 卧槽 来个响 只能电炮 然后 拜拜 拜拜